大家好 欢迎来到悲美健康小站 喜欢们的观众别忘了订阅和点击下面的小铃铛 谢谢 今天讲一个话题 就是这个日本人不爱运动 但是呢 却是世界上最长寿的国家 在这个WHO2018年的这个调查报告中指出 日本是长寿榜上的第一名 我们中国是52名 所以这个差距还是非常大的 为什么与我们有一孩之歌 又不爱运动的日本人却如此的长寿呢 当然他们的专家研究出很多的因素 什么遗传了 生活条件了 环境了 还有一些这个社会的发展了 生活的条件了 这些等等等等 但是我觉得他们的饮食是非常的重要的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他们的饮食是不是和我们中国人的饮食有不同呢 这个日本人吃的和我们中国人当然这个饮食是不同的 我说这个呢 不是说中央美味 只是不同 我妈也是偶尔吃吃日本餐 不是说特别就是说喜欢吃那个生鱼片什么的 偶尔会去吃一点 总结起来呢 就是这个日本人吃的有五大特色 第一吃的杂 第二吃的慢 第三吃的少 第四吃的鲜 第五吃的白 下面先说一下他们是吃的杂这个 平时你去日本餐厅里面 小小的一个combo 就是这种盒子里面 或者是饭便当里面都会有很多很多种的食物 它的那个品种比较多 数量虽然少 一餐里面呢 你看 有鱼 有肉 有蔬菜 有水果 还有那个豆类 米饭 还有这个面条之类的 就是说虽然费量很小 但是呢 它的那个这个种类是比较多的 所以说这个营养十分的丰富 看看它的便当吧 你就知道它的那个搭配非常的杂 第二 日本人吃的少 它们管得住嘴 一般的我看到好多这个日本人 它们吃的很少的 还有这个你去餐厅里面也是份量很小 它们也是吃份饭的 有一次我去这个Nagoya嘛 有一个日本的这个丰田的总部 它有一个丰田的那个故居 在那里朋友请了一顿饭这样吃的 好像吃了十二道菜嘛 我都没感觉饱你知道吧 一道菜一点点小小的这样 好像感觉哇 十二道菜 最后吃完了以后都没饱你知道吧 它们真的是吃的少 管得住自己的嘴 基本很多人都是吃这个八成饱 因为这样呢就不会造成这个消化系统的这个负担 因为你吃的过多以后会造成这个胃粘膜的屏障了 产生炎症会造成这个胃迷烂了溃痒了 所以说一定要管住自己的嘴 等到吃到八分饱的时候应该放下筷子了 第三 日本人在吃饭的时候呢 特别讲究这个细嚼慢咽 日本人是一个非常注重这个餐桌礼仪的国家 我们国家也是啊 但是呢 有点不同 他们认为在吃饭的时候呢 狼吞虎咽是很不礼貌的行为 不像我们有些人 其实我们有些在电影上都会展现出一些狼吞虎咽的情景 这种的电影我就应该少放一点了 有些人在河面跳 哇啦哇啦哇啦哇的天哪 不看看 久而久之呢 这个狼吞虎咽呢 就会养成一种不好的习惯 所以说一定要细嚼慢咽 所以说细嚼慢咽 能够将食物呢 磨成细小的可粒 这样呢 容易消化吸收 而且呢 对这个餐桌礼仪还是有帮助的 日本人呢 吃的比较这个鲜 比较新鲜 我们国家的这个食物多半是爆炒啊 煎炸啊 这种方式的烹饪 因为这样呢 炒起来比较香 日本人呢 则相反 他们呢 是注重这个食材本身的味道 主要的烹饪方式呢 是煮和蒸或者生吃 再蘸的那个酱就直接吃了 当然他们也有这种油炸的 比如Tempera 也是裹上一层薄薄的这种面了 然后再炸 但是它炸完以后会放点纸上 吸一下油脂 一般这个煎 炸 烤等的这个烹饪方式呢 这个温度都是180度烯到这个300度烯 这样呢 就破坏了营养 还那个将食物中的一些营养物质呢 发生变性 产生一些油害的物质 煮和蒸能够最大程度上保留营养 减少有害物质 第五 日本人吃的白 这个白是指的白肉 是和这个红肉来对比的 先说一下这个红肉是什么吧 红肉就是指的 平时就是做熟以前红色的肉 比如说我们常吃的猪肉啦 羊肉啦 牛肉啦 等等这个普鲁动物的肉 白肉呢 就是做熟以前是颜色比较浅的 比如说常吃的鸡肉 鸭肉 鹅肉 虾 还有这个蟹 背 这些鱼等等 这些非普鲁动物的肉 日本人吃的白 就是说他吃红肉比较少 但是当然他也吃红肉 比如说神户牛肉啦 还有猪肉啦 他们也吃 但是吃的比较少 主要是以鸡肉和这个海鲜为主 所以说大家 如果要想健康长寿的话 一定要关注自己的嘴 所以说 要借鉴一下日本人吃的这个办法 杂 少 慢 鲜 白 记住了吗 希望大家健康长寿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